台湾搜救队协助土耳其赈灾救援 任务结束撤离阿德雅曼前向灾区敬礼致意 土耳其与叙利亚接壤地区6号发生规模7.8强震 林丹人数已超过4万1千人 台湾搜救队出动130人5只搜救卷池员 经同盘考量后搜救队12号结束任务 15号搭乘专机返台 伊斯坦堡机场的电子告示栏上 可见向来自国际81队搜救队的感谢告示 并展示台湾等国的国旗旗帜 而台湾搜救队登机前 也受到机场民众热情欢迎 掌声更长达5分钟 搜救队员表示 每回看到土耳其民众将右手放在左胸前表达感谢 总觉得只是尽自己的责任而已 而这句话也道尽了所有搜救队员的心声 台湾搜救队这次不仅打响了台湾知名度 拉近台图两国之间的距离 更就地捐赠携带的四顿搜救装备器材 给曾于921地震时来台协助救灾的 伊斯坦堡志工团体搜救协会搜救队 强化互助机制 好了 所以inh诊